天川日是客家文化相当重要的节日之一 客家人相信农历元月二十是女娲补天的日子 每年的这一天全台各大客庄都会热闹办活动 欢喜迎天川 今年竹东镇举办热闹的采接游行 浩浩荡荡的队伍沿途唱着山歌呼口号 吸引许多路人围观 三国比赛提供实际上 开始用传统的礼宿来继续拜承 非常非常有客家传统 我们的选择 这样客家文化会发生 我们的公开 今晚很久以前 新宿延航水台前 也是客家乡亲最多的地方 可以说 我们今天天川日未到这个 我们的主委一定在家乡 全家的客家客家日 因为这不一刻是 可以说老荣荡 三国在乡下来 老荣荡下去了 那么老荣 客家三国比赛 一定做我们的天 要代表我们的客家的精神 客家的文化 客家的特色 所以其实五十三年来 从来不是简单过 竹东镇是全台客家人口 最密集的乡镇 五十三年来 每年的天川日 竹东都会举办客家山歌比赛 镇长徐赵璋表示 没有在竹东赢过奖的 别说他多会唱山歌 感觉很热闹很好啊 就满了很多人 人山人海啊 对啊 就是表示客家人的那个热情啊 只没有在竹东歌唱比赛 得到歌王歌后的 都不算是三歌王 三歌后啊 要在竹东的序曲公园 比赛冠军的才算歌王歌后 整个活动吸引许多民众一起参与 今年更依循古礼祭天 让年轻一代能够看见传统 长辈们想起儿时回忆 让每年的天川日 成为竹东正名 津津乐道的年度盛事 开阔新竹陈洛宜红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